王曼玉独自前行 孝傲法兰克福冠军赛 法兰克福冠军赛中 王曼玉以其超凡的实力和坚韧的意志 在无主管教练指导的情况下 独自奋战了90多天后 最终成功拿下巴黎奥运周期的第一个冠军 这一成就不仅是对他个人实力的肯定 更是对他不屈不挠精神的赞誉 在比赛中 王曼玉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他的对手来自世界各地 技术精湛 实力雄厚 尤其是在缺乏主管教练的现场指导下 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和经验 去应对每一个挑战 这需要巨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然而王曼玉做到了 他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 克服了重重困难 最终取得了胜利 当比赛结束 王曼玉成功夺得冠军时 那一刹那他独自为自己鼓掌 这不仅仅是对胜利的喜悦 更是对自我挑战的认可 在长时间的伤病困扰和孤身作战的压力下 他没有放弃 而是以更加坚定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个挑战 这种精神让人心生敬佩 此外 王曼玉的成就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年轻一代运动员的崛起 他们不再依赖他人的帮助 而是依靠自己的实力和努力去争取每一个胜利 这种精神是中国体育精神的体现 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 王曼玉在法兰克服冠军赛的表现 不仅仅是一个冠军的诞生 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他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更加坚信 只要我们有信念 有毅力 有勇气 去面对困难和挑战 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让我们一起为王曼玉喝彩 为他的精神点赞 感谢观看